翻开中华民国的近代史 就是一篇战乱流离 苦难与重生的历史 从日本帝国主义清华 全国军民地不分东南西北 人不分男女老幼 全国军民同胞投入抗议的深战 有志青年纷纷投币从容 放下家中年迈的双亲 年轻的妻子与逮捕的幼儿 加入国民革命军保国未明的行列 转战大江南北 忠获惨烈胜利 未料共产党趁战乱 绝取胜利的果实 掀起了国共政权的保卫战 爱国军人为保镇朔 避免遭共产党赐话 更续参与战斗 最后却因政治失却民心 而退守台湾 当时政府为安置这些 来自大陆的军人与眷属 在许多地方建筑简单的房舍 逐渐集居而形成了眷村 眷村的存在象征着一个动乱的时代 一旦军事对抗的历史造成移民迁徙 亲情离散 又经历过家庭重整 族群总和 艰苦奋斗在台湾落地生根 此一逃难迁徙 成家到定居而绵延的足迹传承 成就了大时代的伟大篇章 从民国三十七年起 国军部队开始有计划地进驻嘉义市 早期嘉义市三子顶地区 因为有陆军的军部驻扎 眷属分配居住于日本军官撤离后的官舍 因防射不足 乃由各部队筹齐材料兵工自建 后来又因空军进驻水上机场 便协调陆军调拨日式官舍 分配飞行军官眷属 并且委由建商新建地勤官室卷设 先后约有二十多个卷称 分布在嘉义市及附近地区 当年负责协调调调陆军防射的空军军官 现在已是百岁的人锐了 我是四大队财母 四大队联合还有两人 我们这样的一架飞机 结果直接飞不住 然后再靠海飞嘉义 到嘉义落地的时候 嘉义机场的潮往比人都高 我们当车进城 到城镇赶上他们吃年夜饭的 过年都三十八年了 二月二十四 第二天呢 就向大队长赫连去 大队长说 这原来台南以北 所有空军的营区眷区的监修 由研究员负责 所以这个任务给我了 我想这个陆军的一个租到嘉义 这个陆军的一个财部长 就是高智豪 就是高智豪 他妈呢 隔壁住在他 去跟他交涉 他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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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一来绝来呢 我拆到空军萨尾的 整齐服装 我跑到水泥人 他是军流部长 我说部长 你当然老早知道 日本只有陆军航空队 海军航空队 他所使用的地方 一切 他以他军主命名 我说 这个部长 你现在住的是 海军陆战队的房子 你也不应该住 我就这么给他一脚 哎 你说得很真实了 好吧 我都知道了 你回去吧 我会令死他们 我就倒退一步 敬礼 转身 谢谢部长 他就连夜 告诉主军的 军长不军长 要好好讲给空军 接下 所有你们不用的方 都要交给空军 直接坐地上 对 然后再拍拍拍拍拍两串 漏兽的外头就行了 这个爷爷奶奶都一百多岁了 你好 好 102岁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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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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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这边 恭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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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鼎元 先生 我们都叫他 岩伯伯 今年已经103岁 岩妈妈101岁 他们是那段流离动乱年代的见证人 岩波波是孔子得意门生 岩回的第78世子孙 对于家族渊源的历史非常重视 自己的家庭因战乱从山东老家一路逃难迁徙 最后定基在嘉义 岩波波把这一路的艰辛过程 用刺绣的方式制作成两幅家族迁徙图 其中一幅随着长子定居于美国时也飘扬过海了 这份对于那个苦难时代的记录篇章 以及期许后世子孙不忘本的精神 着实令人动容 岩波波的长子 岩炳正先生 至今仍然清楚的记得 当时随着家人逃离家乡的情形 你所看到的这个是我父亲自己做的 叫做远远流长 就是这个家庭啊 这个根很深啊 这个是关于我们 从民国三十一年八月里 我们一家七口啊 从山东老家 拨迁到四川成都 跟我家父相聚 那个时候家父在空军里了 我当时七岁 这是我们的老家 山东啊 这个图呢 到成都呢 放大成这一顿 那个时候家乡已经沦陷了 这个家里很穷苦 这个 我是步行了 步行了 最初是推销车 这么就是 没有钱啊 就靠这个乡村啊 要犯了 这个 这个路线呢 是这样的 从我们山东试水 最初的这个独轮车 独轮车呀 一个人推 我还记得我在前面拉 拉呀 那个时候是最便宜的交通工具 就是徒步走 就是徒步走 其他的人都走 我曾祖母 跟我的妹妹 坐在这个独轮车的一边 其他的一边就是行李 推车的人 我拉车的人 其他的人都是徒步 到经过这一段时间 到借首 约过这个烽火县 约过了这个黄河的那个时候 泛滥区 然后到西安 在搭空军的那个交通车呀 经过汉中 过秦岭 然后到成都 在一共经历了几乎八个月啊 从我最老的我的曾祖母 那个时候七十多岁了 到我最小的我妹妹 那个还在强暴之中啊 抗战胜利以后 我们就从成都到重庆 去 就好像很多这个 那时候空军的人一样啊 我父亲 调到重庆去 那我们就从那里呢 就到 那个时候叫北平了 现在在北京了 最初啊 我们都不知道 我父亲在空军 我们以为 我父亲还在做 做生意 因为那个时候要检查信了 如果让日本人检查到 我老爸跟这个 跟他们作战 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 我们一直到 快到这个 双方战线接近的地方 我们才知道 我父亲已经 参加了空军 那个时候 所有的海口 都没去被碰碎 没有危机啊 啊 所有的危机都是什么 七拼八臭 跑这个 这个 北京工厂里 都悄悄打掌 都是拿针腿悄悄修 修出来的 我们那个时候 就被这个北京 所以 警察啊 拒毁人亡 因为这个 七拼八臭 都甩坏的东西 那么 那么 是苏联吧 俄元 给 16 那个时候 叫驱逐机 高智航领队到兰州 许下俄国人 那时候就俄国人在兰州了 那时候 接着 几架飞进来 那个飞机啊 这是罗先生奖 要拿橡皮筋 压下来 这个罗先生奖到底了 一声喊一声 开 这一个开 罗先生奖他会要转几圈啊 有抓了 不爆发 有少了 不爆发 又碰巧它 嘟吼起来,他第一面第二次被敌叹报,但是中国人啊,真是见钱都眼看, 居然他就把他的行动报给了日本,所以日本预定他一定会来周江口降落加油, 因为这个16飞机只有2.40飞钟的油料,你非得加油不可,他判断是在台中加口。 这个时候,炸弹就落下来了。 那个局务长,他们都被同学摇翅膀说,炸弹下来了。 再起来看炸弹,一个炸弹片把脑袋取了半口,活得了吗? 所以他就在中加口队亡。 他那个时候是驱逐司令兼四大队队长。 四大队就是这样子产生的。 我那个时候当然不是了,我还是做生意的。 但是这个击费了,家丢了,没人了。 这种情况下,海口也是经常被轰炸。 那我还干什么? 投空军吧。 。 闫伯伯为日本清华轰炸,而激愤地投入了空军的航列。 这是当年许许多多爱国青年的写照。 闫伯伯后来也成了空军第四大队的一员。 真的是找得很难。 闫伯伯,这个时候是几岁? 多少岁嘛? 我会藏一藏搞什么的。 贊官学习先生, underground. 你讲话他在他住进城。 对的呀。 这个飞机里像做的就是我, 我,我的掌機一定在亡了,你仔細看的也就是我。 這是世界大戰的,我飛的就是那個飛機。 這個是什麼飛機? 噢,這個……現在沒有了,這個飛機就是我想…… P410。 P410。 對,P410。 P410。 所以,我飛這個P410。 第三次飛的時候,就出去了,掛了炸彈,就去打仗去了。 真是天才呀,就開始出任務。 我打了28次,空中沒有遭遇上,28次達成任務。 空地共軍達成任務。 手續講大,真是……這也是一奇跡。 槍堤在雨裡頭,活過來了。 到現在,我,我很感謝誰呢。 顏波波波所屬的空軍第四大隊,赫赫有名。 被張學良將軍,譽為空軍戰魂的高智航先生,就曾擔任過第四大隊的大隊長。 而814空軍節的由來,也與高智航先生的戰功有關。 高智航先生的親人,部分隨著國民政府來到台灣,定居在嘉義市東門町的建國二村。 每逢高智航的母親過生日,那便是眷村裡的一件大事。 蔣總統夫人宋美玲女士,當年就曾來到嘉義,為高老太太祝壽。 為了紀念高智航先生,以前有個空軍子弟小學,現在也改名為智航國小了。 在我的記憶,就是說開始上學就是已經到東門町了。 那個時候說學校很遠,現在回想起來就是這邊的大同國小。 由一位田叔叔開一個大卡車,把我們帶到這個卡車上。 從民國路走純陽街,然後走新榮路,然後走永安街。 永安街就是空軍子弟學校的一個大門。 事實上呢,是大同國小,他把那個一部分,大概只有兩排的房子, 就分給我們,就隔起來做那個空軍國小。 空軍子弟小學。 更有意思的就是,我們從東門町坐大卡車, 來智航街這邊,智航國小這邊來上課,那很遠啊。 那大家坐在上面,不是這樣說,那個民生路兩邊都是芒果嘛。 站在那個汽車上,就摘人家的芒果,真厲害啊。 都要擠到那邊邊去,摘人家的芒果。 那車也開走了,人家說不能摘,不能摘,造摘不摘。 你說皮不皮,真的很皮耶。 嘉義的眷村,包括有陸軍、空軍、憲兵與聯青。 大大小小,總共有二十多個。 不可否認的,居住空間要屬空軍的空勤人員及其眷屬, 所居住的房子比較好。 儘管如此,當年的窘境也非今日所能想像。 到了基隆以後,我們就像孫姐一樣的, 搭那個火車一直坐,從早上坐到天黑。 我們也是在嘉東住。 我記得我們在嘉東的時候,我們那一棟的日本式房子裡面, 因為我們家姊妹比較多,所以我們家就比較多一點。 那我們那邊有池媽媽,有馬媽媽,還有何大娘。 我們通通都住,住在一個房子裡面。 就那一棟房子,很熱鬧。 後來等著嘉義那邊蓋房子。 東門町市區蓋好了房子以後,我們又從那邊搬過來。 他那個日本式的住戶就是說一家是一棟。 我們是一家,就是說三家住那麼一棟。 當然只有一個廚房了,那就是三家住一個廚房。 然後大家就那麼住了,以後有些人調走了。 或者是我們因為一共有三代嘛。 那我祖父我父母親跟我哥哥。 所以我們又遷到了智杭街這一邊。 智杭街那時候也是三家。 每一次都是住在這一棟房子裡面。 三家年輕的都是上班,小朋友上學。 都是爺爺奶奶在家裡面照顧小的。 那我母親就照顧我們。 我祖父也在機場上班。 這棟樹是誰種的? 小盆。 花盆。 花盆。 大花盆,然後落地。 從小花盆到大花盆。 沒關係,就曬曬太陽了。 曬曬太陽。 顏伯伯和顏媽媽回到眷村拆遷前的建國二村住處。 現在已不復健當年的玉寺老房子了。 只剩下當年顏媽媽親手種下的小盆栽。 現在已經長成了大樹。 成了東門町回憶的標籍。 我從小在這裡長大了。 就在我們家隔壁。 我們家住這裡。 這一棵樹喔。 隔壁還有一棵叫做什麼木麻花。 也是很大。 結果我為了後面再蓋房子把它鋸掉了。 那個木麻花上面每天晚上有一對喜鹊。 小時候的喜鹊,大喜鹊。 每天晚上黃昏上面一個窩它會飛回來。 我們小時候我媽媽我們就坐在門口看。 哇那個喜鹊。 喜鹊飛回來。 因為我是在這裡長大的。 從小。 爺奶奶他們家這一棵山樹。 這個芒果樹。 他們一個圍牆我們就翻牆進來摘芒果。 爺奶奶就拿盤子來抓我們。 抓了就說你只能拔兩個不能拔太多。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隨著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聲漸漸遠去。 所有眷村居民逐漸體認到台灣已經是自己的家了。 因為當時軍人的心想非常微薄。 雖然有政府米糧的物資補助。 光靠先生的薪水度日總是不足。 尤其隨著孩子們漸漸長大。 經濟壓力越來越大。 媽媽們便想盡了辦法到外面找工作以補貼家用。 這個地方是我們建國二村的這個八區。 我們這一區、二區、三區、四區一直到九區。 八區。八區的位置就是現在這個光仔街。 民國路一直到我手指華商裡面的那個內堵圍牆。 往西是到裡面內堵圍牆。 然後這邊是到延平街。 我們這邊這一片已經都蓋得差不多。 還是不夠住。 所以就跟華商的學校來借這塊地。 就跟他們打商量。 就說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早當、五年成功。 最遲五年一定反攻大陸。 反攻大陸的時候人走。 把這些地上物、建築物通通交給。 就還給學校。 那學校當然那個時候也就答應了。 結果這麼一答應,在這邊就蓋了。 就在那邊落腳了就六十年。 一直到民國九十四年。 我們搬家了以後啊。 這個地方才把它還給華商。 然後這邊呢。 我們往這邊走好了。 那這一塊基本上來講啊。 都是這個空勤。 空勤的飛行員他們住的地方。 這個位置就比較大。 我們雖然說它好像比較大。 甚至於後來打開了以後。 我們還看到裡面還有小型的防空洞。 可是實際上當初到台灣來的時候。 他們這個裡面也是一戶。 一棟這個日式的建築裡面。 住了有三戶。 住了三戶。 大的、小的、老的、小的。 一起住在一起。 可能有一、二十個人在裡面一起住。 然後共用一個廚房。 然後慢慢的大家另外分配到房子以後。 大家才走掉。 這條路就是支航街。 以前在這個地方。 在右手邊這個地方啊。 就是我們的支支會。 村里長的辦公室都在這個地方。 那這邊旁邊都是一些做小生意的人。 都是一些做小生意的。 大概在那個車子停到的那個位置。 那個地方是老孫。 老孫方塊那個燒餅店。 方塊的起源就是他。 嘉義的方塊的起源就是他做的。 老孫。 老孫以前做的那個, 他那個燒餅是什麼。 所以用貼在那個爐子上。 貼皮燒餅。 然後再撈起來。 他不是烤的,是貼的。 這個老孫貼燒餅。 後來我們還有蛤蟆酥。 蛤蟆酥。 後來這個在這邊, 在這塊地上。 就是我們講的恩典酥。 那其實老孫, 以前他就有開始做方塊酥了。 我們大水溝都是找到起來。 那個時候, 廁所比較遠。 就公務廁所嘛。 晚上有時候就, 在家裡面那個彈魚啊。 這大便。 就全部倒水。 尿噴啊。 我們的小朋友啊。 我們沒有掉過大水溝裡面的, 不是多麼的長大的孩子。 都幾乎都掉下去過。 我兒子也掉下去過。 我女兒也掉過。 我也掉過。 這樣子啊。 以前這邊, 在這個地方啊。 是一個姓關的, 賣牛肉的。 賣牛肉。 眷村裡的生活, 雖然辛苦。 但大家彼此相挺, 扶持, 互助的精神。 也成了過去一段, 風雨飄渺的年代中。 國家的安定力量。 時至今日, 嘉義士的眷戶, 已經全部搬遷進駐金國新城。 過去老眷村的人際網絡, 在此打散, 重建。 居民也從不適應, 到習慣這個社區。 新的生活模式, 已經慢慢建立。 由於眷村第一代的長輩們, 早已上了年紀。 需要更多, 生理及心理上的照護。 眷村二代的子弟們, 也協調地區醫院, 設置銀法族日拖站, 照顧維護長輩的身心健康。 同時, 這一批來自眷村的生理軍, 又為傳承眷村文化, 成立社區營造的工作團隊。 透過春史調查, 騎老英雄故事訪談, 老照片文物蒐集, 美食記憶的傳承, 以及劇場公演, 尋回了往日流失的主機。 也期盼後代子孫不要忘記, 曾經為這塊土地, 犧牲奮鬥的人與世。 我跟你們講, 這是一個非常久遠的故事。 那是在我們大陸蘇州的老家。 我記得那是一個非常非常清冷的早晨。 外面的那個烏雲, 人壓著我, 我透不過氣。 就在那個狀況之下, 我離開了你們的奶奶。 就是我的娘啊。 爹啊, 怎麼辦? 我該怎麼辦? 請你告訴我。 想東, 娘不肯走, 你肯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等一會兒, 等娘出來了, 我再跟他說, 爹啊, 想東,想東, 要走了, 發如今過來了, 快點了。 你們不要管我, 你們先走吧。 爹啊, 娘出來你要跟他講, 要讓他跟我們走, 再不走, 來不及了。 娘。 娘, 我看, 這個時間已經來不及了。 你就抓個準, 下決心吧。 再不走, 共產黨進城, 這邊家園就不保了。 唉, 我已經剛才想過了在房間裡, 我決定不走了。 我老了, 走不動了。 小姐。 是。 你找誰? 我, 我, 我叫黃香儀。 哈, 蝦咪, 華香儀。 不不不不不不不, 我叫黃香儀, 我在上海搭了後一班的船, 到基隆, 我四處打聽, 找我家, 向東。 他叫楊向東。 他, 才知道, 人家告訴我, 他服務的單位, 來到了嘉義。 我花好幾天的功夫, 踩到這裡。 拜託你們, 幫忙找一找。 哎呀, 好久沒有出來了。 嘉義是還, 還真的是不錯。 火車站。 大山旅社。 誰呀? 香儀啊, 是我, 向東啊, 快開門。 向東啊。 哎呦, 你看看, 我們好久沒有見面了。 哎呦, 這次我看看有沒有變得樣。 沒有。 沒有。 哎呦, 真是好, 感謝老天爺啊。 哎呦, 你們怎麼出來的? 我們跟著大伙, 搭了最後的一班船, 到基隆, 然後才找到這裡來的。 辛苦了, 真是辛苦了。 還好啦, 還好。 哎, 嗯? 娘呢? 娘沒有出來。 怎麼會娘怎麼沒有出來呢? 你幹嘛? 娘怎麼會沒有出來呢? 我離走的時候, 娘叫我帶封信給你。 趕快拿, 趕快我看, 娘怎麼寫的。 哎, 真是大時代的悲劇。 吳兒相公, 我仍然決定要下來。 在這兒守著你, 你爹跟這片家園。 我會好好的照顧自己。 你們放心, 要盡早平安的回來。 我等著抱孫子。 你們自己一切也要小心啊。 哎呀, 媽, 你怎麼不出來? 你一個人在家, 我怎麼放心呢? 娘。 娘。 怎麼會這個樣子呢? 娘一直, 她一直說要守著爹和家園, 還要等你回來。 其實, 其實我知道娘是怕多累了我們。 你也不要傷心難過。 我們這麼多年來, 我們所有為眷屯所做的這些, 無論是田野調查, 去做口述的這個歷史的訪問, 或者甚至於去演出這些, 這些舞台劇, 每一件事情, 都是讓我們, 能夠回憶到我們早年的生活。 而且他們這種, 比如男女, 這種刻苦耐勞, 他們不斷的這個奮鬥, 愛國,愛家的這種精神, 是現在這個社會欠缺的。 而我們必須要去把它彰顯, 保留下來的。 其實這種事情是, 大家都覺得是應該。 甚至我們的長輩們, 都覺得是應該的。 可是, 碰到的我們是在跟時間賽跑, 這個是最困難的事情。 所以, 在我們來講, 只要有人願意提供我們這些資訊, 而值得我們來這一個, 來把它記錄保存下來的, 我們都願意去做。 那只是, 時間上, 允不允許他們, 來等待我們。 所以我們一刻都不能停。 靖地。 謝謝袁媽媽, 今天很好。 還早上起來喔。 严伯伯,我问你一个问题 这幅图,你为什么要做? 哦,这个我要我的后代知道他的来源 让他们知道我所要求的,寄进我过去所有的经过情况,让他们知道 所有的行动,逃难的时候的行动,让孩子们都知道怎么逃难,我们的老家是哪里,他们逃难用的工具, 一句受的苦就都有,他们在这里都说明了,让他们知道自己能够生存长那么大呀,有来有苦难,让他们都知道,人生不容易。 所以,这个是最好的教材,所以孩子们不忘本,所以我的这个用意就在这里。 词曲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